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不是GM吗? 黄昏巴打说,这么快就完结了时间 记住,再重复一次 刚刚转时段,所以跟大家讲一讲 逢星期一,8点半到9点半就是Eboy 9点半到10点半就是GM Show 10点半之后,今晚就是Pokemon 之后再打机 Hi,永生GM Tayboy GM又变了永生GM 今天老实说,什么中南海那些东西 不是中南海,南海局势 就不想说了 今天应该只有两个话题 一就是Pokemon,第二就是巨门阵 想听Pokemon先的就打1 想听巨门阵先的就打2 我就先讲哪个 但我想每样讲一半就差不多了 昨天Jean很衰,很讨厌 算吧,很小事 有人问我会不会看奥运足球 我不是足球痴 我应该要这样说 我是体育的痴 我以前很喜欢看奥运 看奥运足球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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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神祖的节目 就是由射击开始 十米的气手枪、气暴枪 以前中国队比较早期拿到牌 通常第一个金牌都是来自射击 可能是王义夫、陶露娜 我开始先看这些 然后可能镜头一转 就会转到奥运会 头那8天至9天 都会是游泳赛事 看粗的前期预算赛 或者是团体赛 团体赛完之后才是个人项目 我从早上开始一直舔 舔到游泳完 再舔到田径、足球、网球、籃球等等 反而奥运来的话 足球就不一定要看 因为足球平时要看的机会太多了 反而我很多不同的体育类型的运动 都很喜欢看 反而如果我硬说我没有那么喜欢看的 可能现场会有不同的说法 我不是很懂得欣赏柔道、空手道 拼击是 劍击是 劍击是我很喜欢看的 劍击是我很喜欢看的 甚至我觉得 举重我也很喜欢看的 跳弹床我也会看的 举重当年被老爸寄了看 为什么呢 以前奥运代表队 中国队有我的同乡 就是我老爸这些小叔伯兄弟 是 入了队 我最终知道他入了队 真的去了奥运 直播看了 那时候老爸还很爱国的感觉 支持一下 支持了队 变成是这样倒了我进去 就会开始学看这个举重 对啊 抓举和挺举 很多东西都在奥运代表 举重我特别记得两件事 有一件事好像不知哪些人 举完之后断了手 咬断了 有一件事举到賴市 好记得你 另外有一件事是什么 爆 都差不多了 笑话就是 一是挺举 他真的捱到裁判禁停 是 接着是反手 反手 反手飞了 阿里洛丁 是反手落 是啊 還有排球 尹律泳 跳水 跳水那时候也很喜欢看的 因为跳水那时候 不知为什么 一个不是很漂亮的 中国跳水运动员 你都会叫他跳水王后 是 由当年福明夏开始 到郭晶晶 是不是 福明夏郭晶晶算美女的了 她的师姐差点 相对来说 如果你那天说漂亮 其实田亮真的很漂亮 田亮仔 我还有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曾经中学年代 很喜欢看一本体育的漫画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看体育漫画 除了足球之外 例如 我有时候在想 我是否应该重新看一次足球小将 因为我只是看最初的版本 但是后来 你都很喜欢看足球漫画 你会发觉足球小将的系列真的很多 你真的不知道顺序应该怎么看起来 我真的没有看过 但是我有两套的体育漫画 我很喜欢看的 第一套叫做《我要高飞》 就是日本的体操王子 丹桿小王子 另外一套 另外一套比较少 因为没有动画出现过 但我觉得挺好看 但画风 我这么说 它其实画得挺噁心的 那套叫《十汗全能》 好像是山田芳预画的 《十汗全能》 他的画功真是很噁心的 不,他的样子很差 对,他的样子很差 但是他的故事性真是很好 我是从这个开始 我是觉得《十汗全能》 是一个很吸引的运动 当然 日本的漫画一定是 最开始的日本赛 慢慢成为日本第一 然后到世界出发等等 都很值得看 所以奥运这本赛我任何项目都会看的 是的 是的 我学习什么叫赵斐 《十汗全能》好看 《踢出我的天地》才好看 各个各个 《踢出我的天地》我都有看的 是越公解 既然是一多一点 既然是这样 不如先讲《Pokemon》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下载了 因为今天 就算不下载 你也不会不知道这件事 因为你打开你的Facebook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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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应该是最后百元的 是的,你就会看到很多怪 很喜欢比加超 还有小火狼 第一只怪 哎呀,这里很多 然后又会有些人会告诉你 去到哪里,哪里捉 有些人会拍照给你看 楼下很多人捉怪 那些东西 再加上有些不懂得玩的人 就会说求教学 那些东西 但总之你整个Facebook的平台 除了广告之外 可能十个里面有八个帖 都是《Pokemon》来的 嗯 杀乌丁 今天通街都有人玩 是,没错 是的 我呢 大家通常会问 就是我有没有下载来玩 我呢 今天是下载过来玩的 我大概玩了十分钟左右 我把它捉到一部游戏 原因呢 我不知道 其实 我想很多我们这一代的小朋友 都是看《寵物小精灵大》 是 然后我就在感叹 就是一样 我其实是不是没有童年 我不是 我不是没看过比加超 我真的不是没看过比加超 例如 那首 即是陈浩文唱的那首二歌 是唱到佳之鹤文 我当然会唱 一個字一向都可以唱出來 但其實我發現第一件事 我沒有怎樣玩過Game Boy的遊戲 而動畫,我可能都看了一集兩集 一集起兩集紙 集數是少於我看《美少女戰士》 所以第一,我不是極大的共鳴感 第二,因為我自己不是 我是遠超乎想像 原來比卡超或Pokémon 是這麼受歡迎的一件事 這麼受歡迎,真是恐怖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曾經有個年代,還豬格格 NJB這句不是說GM,應該是說台獎 甚麼? NJB28博,這句不應該是說GM,這句是說我的 是嗎? 是,我是看飯島外大 下街逛一轉發現,原來香港打機的人口是這麼恐怖 沒有,家裡附近甚麼都沒有,單作沒有玩 很多不打開機的人都玩過 小時候不看比卡超,看飯島外大 不是的,抱歉 這個是台獎 小時候是看怪物小王子 小時候看甚麼大? 小時候我喜歡看《立不小新》 《櫻桃小丸子》 我永遠叫的《叮當》 我喜歡看這些 《鹹運超人》 總之我沒有追這系列 沒有追寵物的東西 剛才我沒有收錯誤 有人告訴我,其實Pokkenpong是有遊戲才有動畫 是因為遊戲才有動畫 遊戲才有動畫 所以你發覺很多東西都貼到塌塌 可能是因為它本身就是這遊戲 有些動畫轉一隻遊戲 你會發覺很難轉 或者轉完之後不好玩 但因為Pokkenpong本身是一隻遊戲 所以反而你會覺得更加投入 而我小時候沒有同年 我小時候,你說我看的卡超人片 就是剛剛我剛才說的這一堆 不是的,因為我小時候已經看《馬》了 大得快 小時候,我記得 我小學已經跟那班女生 可能一晚要聊幾個小時的電話 或者純朋友聊電話 我是很少… 對 或者可能家裡不給打電話 有可能是原因 小時候煮電話 然後大了一點已經開始看電話 對,類似是這樣的 總之我沒有什麼… 家裡不給打電話 很沉迷的 早前阿旭又說借我的電話來過一個 印計的帳戶 他就在玩數碼暴龍 數碼暴龍我一集都沒有看過 但我當然是首歌唱 不知首歌那麼出名 所以首歌和那個首歌 對於我來說是怎麼樣 沒有關係的 但我都知道有很多人玩的 另外,有一類就是告訴你 我是不玩的 另外一類都是另類洗版 都是跟某一某人有關的 你今天,我特地找了一張圖給台長 叫他幫我鋪一鋪 恐怖程度可以看一看 放大一點都還可以 可以簡單地說 前兩天,日本出 只有一天之前 我有一個朋友在祖浩田讀書 是 香港人來的 他那一早上去祖浩田大康那邊 已經整個鋪和我圍在這裡 在捉怪 我告訴你 我今天香港也是類似的個案 會有很多人在各大公園 這些地標位在這裡捉 看看現在十點 我想看看再晚一點 會不會有些 荒山夜裡飛鴻山 不是車鎮而走去捉Pokemon 不知道你有沒有 為什麼我無緣無故截了這張照片呢 其實我剛巧無聊 錄過Facebook 就錄到朋友有這張照片 我看到好像挺有趣的 然後就Cat來給大家看看 有人問這隻遊戲有什麼好玩 我想這隻遊戲有什麼好玩 就交給十點半的人說 是 我純粹在我角度去告訴你 我那種的感覺是怎樣 第一件事就是 原來你發覺你身邊的人很多 其實都很無聊 即是人生、生活 好像很有閒 其實是很有閒 你不發覺的嗎 你平時說 喂,假設,喂 我怕說錯名 喂,台長 喂,台長 喂,你很久要吃飯 你怎麼沒空呢 可能都未必有空 可能約兩個星期都約不成 但台長在次傳我 說不如待會兒去捉怪 好嗎 十分鐘 就會出現的了 是的 然後你會發覺 今天是不少地方 例如旺角那些地方 甚至乎其他很多 比較大型一點 我們叫很多Pocker Shop的地方 就是圍著一堆人 一堆人 然後圍著一堆人 就是開plo hab америк range 打開相機,然後,一直開 Cred 照天kind 照ерг 我為甚麼� 1400 我免得了遊戲 我免得了遊戲 兩的原因 第一,我是懂小科龍開遊戲 有人告訴我 有一時開遊戲 都能打電找比卡超 而不是比卡超 所以說車地龜和奇異種子都是OK的 最差的是小科羅 似乎是奇一 奇異是什麼呢 奇異就是我落到街的時候 我看到有隻怪就打算抓他 接著我做了什麼呢 我就站在街上 我就 我扔了三個球才中 我扔完三個球之後 我站在街上我拿著 我左看右看 不知道為什麼那一刻我好像很差 而我是接受不到 我是接受不到這個的自己 所以 我就想多兩刻 接著還要讓我發現 原來除了觸怪之外 接著你去到Level 5 亦都會有道場 那些東西就是 就是讓你不停再跟別人挑機 然後那些精靈 又要不停再進化 然後跟別人打 那樣的 那我想 那就是一個無界的地獄 是 想多兩刻 可以了解了一隻遊戲 唯一我覺得整個遊戲很有趣 對我來說就是 因為這個是我曾經 我經常都說想搞talk show 其中一個talk show 我其中一部分一定會這樣說 但這裡我可以說了一點 我研究過 人是很喜歡做什麼 人呢 尤其是男人 尤其是 其實女人都是 很喜歡 存東西 很喜歡砌東西 你不發覺 你喜歡玩的遊戲 其中都一定有存的成分 或者我們人生裏面 都不停留著要儲物 是 由儲錢開始 買東西要儲印花 是 打遊戲的 足球遊戲的 儲球員 是 然後這些怪的 告訴你 傳統有多少隻 儲 儲怪 總之最開心的 儲同鑑 是 儲油票 總之就是由零開始 慢慢慢慢去建立一些東西 就是儲 儲齊為之畢業 是 而有時候人們 什麼時候氣驚呢 如果用遊戲來計劃 通常都是儲齊那一刻 就覺得 原滿結束 原滿結束 一日未儲完 突然間 人的使命感和目標感很大 我不知道 我上一集才問過 大家類似問一些 關於夢想那些 我忘記上一集 為何會提起這件事 我記得說 很多人錢是賺不少 但是人沒有什麼目標感 其實人很多都沒有目標感 但是遊戲廠商賦予你的目標感 以及使命感 你是很容易照單傳收 就是 你想想 平時 如果你做事 你的熱誠有這麼多的話 你無法發位 是不是 我一定要儲齊 是不是 我一定要練成 今天的目標就是 要將這隻東西射到80級 當然要玩BFB 或者要跳幾多場聯賽 你會給自己很多不同的一個一個小目標 而從而造成你最喜歡達到目的 如果你最喜歡達到目的 可能我感覺是搞了一盤生意 你能夠這樣將它斬檢 分類分類上 香港沒有那麼多怨言 然後你會發現身邊的人有很多時間 就是一天24小時 除了8小時上班 8小時睡覺 而很多人睡不到8小時 還有那8小時 很多人都很無事做 很無事做就是 我不知道你跟朋友討論 就是聊天的時候 其中一個 尤其是女生 就是她們有一些萬能的說話 你都不知道怎麼回答她 我好悶啊 有什麼做啊 有什麼做 有什麼做啊 這裡香港 做愛啊 有什麼做啊 有什麼做啊 是不是 有什麼做啊 有時候你未必找到些事情 來受學他們 然後你會發現你做來做多些事情 就是喝酒 唱R開始 打機 看電影 沒有了 吃下東西 而近年你會發現 有很多人 你想想 再仔細下去 為何那麼多情侶 會想花一個幾兩個小時時間 去排一間餐廳吃東西 就是因為他們時間是沒有地方去用 今天和寶寶過了一個很開心的夜晚 其實有兩個小時時間,大家正在等位 等位的途中就是我正在打機時,你正在打機 然後一頓飯大概只要一小時左右 但是連你由接他開始,到他去到這間餐廳等位 想吃什麼,吃 再送他回家,你就已經完成了一個夜晚 所以大部分情侶都不介意等位 因為你不等位的話,那段時間有時候 我都不知道有什麼做 如果,女生很喜歡逛街 我很少聽到男生是喜歡逛街的 男生買東西通常都很有目標 選了這件事,我自己都是 我很少會無緣無故去商場逛街 通常都是,假設對鞋爛了,衣服要買過 很有目標性,進去試這對 試完,OK,買 整個過程大概兩分鐘左右 連同付錢,如果賺錢過,可能四分鐘 但女人不是,有時做男朋友又陪逛街 很開心,不知道在做什麼 透過比卡超就會發覺,大家都很空閒 大部分人的人生,其實有時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去到人生,去到我這個年紀 二十多歲,過多兩年三十 身邊的人又開始結婚 自己又站在十字路口 又不知道未來發展是怎樣 是不是開始有人認識我 又不知道 你又開始想,其實人生的意義是什麽 我經常都有時,站高床頭在想這件事 不知道為甚麼 如果假設有些事情可以令到你 我這樣說,八個小時睡覺和八個小時做事 睡覺就是你維持生命的需要 做事的八個小時帶給你 可以令到你生存的能力 還有那八個小時是自己的決定 其實人生就是怎樣處理這八個小時的事情 我如果說得很過分 然後GM入序,頂你的肺 我已經在右下角很小的位置了 再不小心流出閃 有個美國人已經集齊一百四十二隻小精靈 找多幾個美女一起出去觸怪 那就不覺察 哦 看看吧 可能是的,可能真的不覺察 但是我過不了自己的那一關 如果我真的會玩 其實會玩只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因為你真是粉絲 第二,其實你就是覺得 如果每個人都玩你不玩 就不太吃虧 你覺得你好像幻想一個社交的障礙 即是社交的恐懼 就是每個人都說這件事 你不說你又不懂 剛才跟我吃飯,兩個男生朋友 兩個都下載了 一吃飯,有一個就坐下 哇,你的臉有 哇,我只要丟你不中 只是丟中你 你也猜不到 而且那件事不用錢 其實最有趣的那件事就是 因為你在街上會無緣無故遇到一些東西 人生最喜歡的是甚麼 人生最喜歡的是所謂的驚喜 就是不用錢,又捉 然後你就覺得很有滿足感 所以你會發覺 很多人今天公布的洗版 其中就是他剛才告訴你 他能捉到哪一隻怪 或者他有哪一隻 這是他們真的很喜歡的一件事 所以 我有想過裝回 就是我覺得 如果我不裝回 好像跟別人聊天的時候 我有些東西 若有所失 但我也是,我真的無法符合 多一隻遊戲 坦真 看看 別那麼變態 甚麼事,跟GM吃飯 足八小時,小精靈 所以你 這一兩天 我不知道 台長,你猜這個熱潮可以玩多久 遊戲應該可以很久 是吧 起碼一年半載 但可能香港這種 但這樣一陣 但一陣一陣 我想都是一頭半個月 是吧 比進 不過我很喜歡這個遊戲 帶給我的一個樂趣是甚麼呢 我真的看網上很多 玩Pokemon 即是特意拍出來引人笑 那些外國人的短片 有些就真的非常高水準 絕了 今天開台前看了一條 嘩 我 整體沒事的 真的只是趕去拆 但我覺得最成功的 那一刻 他真的落到地下鐵條路走 是啊 那一刻好爺 我知道 我知道你說哪一條 那一刻好爺 是啊 雖然你知道他扮演的 但他撞柱那些 真的撞得很認真 我的客人打來不問 隻鼓聲了沒有 只是問我捉了沒有 不是,我今天的同事都是 喂,有沒有登錄 有沒有登錄 有沒有登錄 不過如果 如果這遊戲的互動性 是這麼強的話 我待會兒在我家附近 或者有空在周圍的地方去看看 如果真的有多女生玩 真的有得想 說真的 認識朋友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今天我其中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我很多身邊 其實平時你不覺得他會打遊戲機 還有平時連Facebook都不太發貨 只會告訴你食物有多好吃 十年火醞上去Facebook發貨 原來他們每個都有玩 而我因為他們有玩 我想登錄一下 就是這樣 但是總括而言 大家喜歡就玩 遊戲都是這樣的 所有東西都是 只要不是沉迷就OK 韓戰那條片才好笑 韓戰哪條片 Captive那條 又是Pokémon的 是 我未看,不好意思 平時沒有人的地方 現在都是人 這是我今天看到的現象 所以就著Pokémon 我想我講的就差不多了 因為都答3了 答7、答8 也要交給試探 所以呢 我們現在出發去答案 好 轉去話題之前 唯一的幾好笑的一件事 有人就說 我看過是甚麼 捉超夢夢 要去大夢夢的家 對,去大夢夢的家 看看有沒有超夢夢捉 對 對 台長有追寵寵物小精靈的 我沒有追寵物 據說是否超夢夢 是其中最厲害的一隻半隻 超夢夢是 因為這次高 收的Pokémon是最初的150隻 是 那時超夢夢是最後的 是 超夢夢是最後的 噢 在那個項目裡面 所以大家認為 它是最難捉的一隻 噢 所以如果我會繼續玩 我告訴你 哎呀,正好玩 其實都是因為 女玩家好玩而已 哈哈 實際上你最後都是想玩女 如果你真心想玩怪的話 不是,我張床有小火龍 是不是 Granbar達 我張床有小火龍 不是,我張床有小火龍 到時 唉 好啦,那麼 警署追護主圈就捉不到了 因為香港警署說明就不讓人進 是嗎 因為今早荃灣警署 有人在門口見到這隻蝙蝠仔 接著 警… 蝙蝠仔隨處都見到 是啊 接著警務署已經發這個公告 就說不要進來搞 我有些好毒的朋友都是這樣跟我說 唉 這遊戲我不是不想玩 但我連到街上都不太想 是啊 就是看得怎麼樣 是啊 但是我… 應該這麼說 我是覺得這個社會現象很有趣 嗯 我是覺得這個社會現象很有趣 那件大蒙蒙 我想起 我不知道各位巴黎有否看ViuTV呢 嗯… 星期六 星期六 我會在2014年一樣 就是我找回很多大家兩年前已經感受到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蝙蝠仔是一套非常高質 而且很好看的電視劇 大部分人都做得很好 就是我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說過 我很喜歡看林峰 從未整容前的林峰 我已經很喜歡看 是 我第一次留意到林峰是甚麼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當時創世紀裡面 林峰是做了一個肉質的角色 肉質的意思是一個… 叫甚麼… 懲教署的職員 懲教署職員 當時羅家良是入了獄的 而林峰是不知叫羅家良 總之叫他不要亂動 還是甚麼 林峰是講國語的 因為羅家良應該是當時運到台灣的監督 當時我留意到 咦 你們都很穿白痴仔 原來那個就是林峰 之後不用說了 我從哪裡開始喜歡 應該是沉秦記開始 然後一路一路做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其中一個無線來計 我和我朋友都認同 林峰流淚 流眼淚 你不覺得很作狀 我是很喜歡看林峰做 蛇絲曼當然不需要說 可能是最後一個懂得演戲的講者 以可以登堂入室的級數來計算 那些配角就無論是許少雄還是苗喬偉都一流 而這套原來是苗喬偉和林峰在無線最後一套 所以這套真正 然後說回 我知道很多人其實看了 好像當新劇這樣跟大家說 林峰大堂雙龍轉好看 所以說是 你在街上看不小心笑就出聲 行動代號活在球內盡視生命 不是 林峰最壞的是甚麼 林峰是被人玩 被人拿了阿泰區最受歡迎藍歌聲 又金曲金獎 其實林峰未獲得這些獎之前 林峰當時還是一個拍劇的人的時候 很多人問林峰何時出唇 因為林峰唱歌很好聽 大家有沒有記得忘記嗎 有沒有記得聽過甚麼忘記傷害 早段這歌很好聽 林峰是一個懂唱歌的人 只不過是因為他拿了一個不應該是他要獲的獎 而被迫要獲 難道他不拿嗎 作為一個藝人 或者 難聽點說 公司給了他是不是林耀 我也是這樣說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不是 家老家太子圖 但你問 無線欠林峰一個時帝獎項 無線這幾年 可能因為黎耀祥是親生兒子 所以 碰碰碰碰碰 我覺得林峰是值得拿一架的 阿蛇就不說了 阿蛇我喜歡了很多年 繼續說回《晚吹》的節目 《晚吹》的節目 《晚吹》的節目是非常有趣的那一集 他們的玩法是怎樣 如果未看《真PK》的那個 總之是一個清談節 清不清談 總之是一個訪問的節目 每集有個嘉賓 和KB和火火三個在一起聊天 定了五條暗題 暗題的意思就是 Hidden question 一路訪問你要問 你要問中那條問題 而不讓嘉賓感覺到你有奇怪 因為嘉賓都會知道有暗題 如果嘉賓識穿了 那你就會接受懲罰 如果你問中了 而嘉賓不知道的話 你的Partner就要接受大懲罰 假設那五條暗題 在時限時間問不完的話 兩位主持都要接受懲罰 那一晚就是這一季的最後一集 的《晚吹真PK》 到最後因為問不完小欣欣的五條問題 火火和KB是要在錄影廠裏面 裸跑賽跑 那樣的 裸跑最有趣的地方 我覺得幾個位置 我真的覺得設得很好 第一就是 他們的尺度真的很大 真的全脫了 另外為了避免尷尬 還是其實更加尷尬呢 他們給了一隻蜜和一條橡筋 遮住 遮住你最重要的部位 然後兩個就要鬥賽跑 賽跑的時間 你中途就要經過三個TASK 那三個TASK 就是笑到我離譜 第一個TASK 就是要扭五下的虎賴圈 第二個TASK 就是要跳五下的繩 第三個TASK 就是最直 第三個TASK 就是我這麼高的枕頭 總之就要你起腳 要踢 踢過枕頭 這三個TASK 都是用盡方法 想辦法 要令到你 要踏踏踏踏踏的 總之 駁你走光好 踏好什麼都好 你的FLYON 還是跳繩 還是跳... 我覺得 撞枕頭這個是最重要的 是 無所不用其極 要令到你去做到這件事 還有你再加上NOW TV的格仔 可以幫我打馬賽克馬 是 即是打了就沒有打了沒有 那是 我自己叫做 很少看電視可以看 還有香港的節目 可以去到這樣的玩法 玩到那麼盡 但因為ViuTV 始終不是叫大台 我自己覺得 為何我要特意向大家推介呢 我覺得 我覺得 這麼玩得這麼創新的一個節目 而且 這麼絕 這麼絕 我想說 兩位都真的為這件事犧牲了 是吧 我覺得是值得 給更加多人去 點擊和看進去的 所以未看的朋友 是可以 看一看的 我自己覺得 KB經常被火火吃著 這個我覺得是 節目那個 FLY 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 不是說兩個一起鬥嘈 就叫做好看的 通常你見心理小儀 為何可以拍了這麼多年的原因 你都會發覺 一個節目要好看的話 一定要有上把和下把 你究竟那個下把怎樣可以做到 又 哀如奉承 或者又被人欺負 但是整個氣氛又好像做得很好 那是很難的 近年最經典或者最結出的例子 就是鄭雨寧 鄭雨寧 無論是拍攝盧尖 也好 還是拍攝盧夫 也好 大家觀眾都非常受諾 如果早前阿都姐 吃什麼 還是去哪裏 做得沒有那麼好 是因為節目本身 誰做到死 但是 你說其他的 例如口水 那時候電台節目 口水多過浪花等等 這個上下把 對比是好看的 因為鄭雨寧 由頭到尾 就告訴你 他是一個精明的人 實際上可能給我感覺 不知為何 我的感覺鄭雨寧 也是一個很聰明的女人 我喜歡看鄭雨寧 又能而善變 而下把位的角色 如何去襯托她 就可以令到這件事更加好看 那你 心小就 心美小兒都是這樣 所以 我覺得火火和KB的玩法 都是一樣的 甚至KB 她未必是 我不知道她是否擅長做這類型的節目 我是因為這個才認識她 其實 說真的 很明顯 上下把的分別都很大 KB本身還可以 其實都真的很還可以 因為我自己本身 Youtube有沒有 不是特意Youtube 你在Viu.tv找就可以了 不用在Youtube特意找 App都可以看到重溫 阿晴就等於JackHK下把位 我真的不知道 她未可以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雖然想訓練她 是 但未可以 是的 因為我以前也覺得自己是一個好玩的人 但我發現原來我個人是有底線的 裸棒我是接受 你的底線都幾高 應該說 裸棒我是接受到的 但我接受不到太噁心的東西 例如 吃老鼠 老鼠走 要吃老鼠 不是 你要玩我身體任何部分 如果有節目需要或者懲罰 我是覺得沒問題的 OK 最多是痛 對嗎 最多是洗得很麻煩 但我不知為何 我對吃落肚的東西 是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厭惡 老鼠走 要我喝是OK 你要我吃到老鼠 我真的 我輸 我輸 這個是我的學法 看看大家有甚麼要說 好 收了錢可不可以把底線拿去 但是 很簡單 錢就 再計 不是 所有東西都有個價格 我很認同 對 整對淫眼我是認同 再計 挺喜歡 等一下 欣欣姐都說監製真PG 對呀真PG 這個我覺得是很大的突破 等一下 收錢可不可以 說完收錢把底線拉低 我經常和朋友討論一件事 就是討論甚麼呢 就是說 我不知道你和 蔡松生先說一次 我不知道你和朋友之間的討論 有沒有有時候 其中一個話題是 這個女生 如果 我給你多少多少錢 你肯不肯撿她一起 通常這個女生都是一個比較低的 不要介意 通常都是說老婚 夏威夷 顏值 感覺上會差一點的藝人 然後就說 多少錢你才肯 那些 經常都會這樣去問 我通常提出的見解很簡單 10萬 100萬 1000萬 如果有些人說 1000萬都不肯的話 我知道 他這個人對錢是一點概念都沒有 是 垃圾 真心垃圾 除非你現在告訴我 我本身有幾千萬 我真的可以有資格說 因為我多一千萬 和少一千萬 對他來說沒有分別 那我就不選 如果你現在鬥 三萬四萬元的份人高 然後告訴你 五百萬我都不肯撿她一劑 要麼你就說謊 要麼你就硬膠膠 那就只有你兩個 不要走 然後我看到一個很大的一個趨勢 不是叫趨勢 我看到一個想法是什麼 就是 其實有人知道和沒有人知道 價格可以相差很遠 是 如果我撿了老薰一劑 你是要賣廣告 告訴別人 喂他撿了老薰一劑 那價格當然是高 如果你撿完老薰一劑 當完錢之後 是沒有人知道的 我就當下街跑步 是沒有人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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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才聲明在那裡 是無意冒犯任何一位藝員 我純粹作為一個例子 這樣子說法 我不知道你和朋友有沒有討論 但我和朋友討論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 根本其實是重規的問題 不是那個性的行為 一萬多 是啊 是啊 應該每個人真的有個價格 最後 講到這件事,真是知道和不知 可以差很遠的話 台長給我一個顯示 知道的話,我起碼會加多兩個零 我起碼 你把所有事情當作工作就可以了 有時你上班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遇過很不喜歡的事情 例如給老闆餅 例如招費 又不到數 其實你為何會肯忍 為何你不劈炮走 為何你還坐在這裏 有時就是收了錢做事 分量計算了 這個真是好 如果我真的開討論 我重複這件事 大家不要告訴我 我重複 但這個是我覺得幾有趣的一件事情 如果所有事情都當作做事 你的人 分量包賣 你的人的心胸 是從未如此廣闊過的 我告訴你 如果所有事情涉及真感情 那當然各種事情都無價 做事 分量包賬 做事 最後剩下十分鐘時間 就講一下巨門陣 巨門陣 大家我不知道昨晚有沒有看 如果昨晚有看 應該都知道 沒有看的話 可能在我的頁面也看到 小弟就出局了 沒有 其實星期四那天 不可能是星期四 星期五 有看放假 子彈爆肯了 是嗎 爆肯嗎 子彈爆肯說你出局了 是嗎 為何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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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為何他知道 至少他有九八八奧卡 總之我出局了 那先問一下 老實說 這裏說這裏散 不過這條片可以在上網重溫 這裏說這裏散不了 散不了 所以這裏說話會比較 這裏說話會比較適合 留有少許余地 好像很煞有界事 無私牽見師 這裏散不了 總之我是很開心可以參加這個節目 因為叫做是一個新的嘗試 當日拍的日子是何時呢 我剛剛查回歷史 我拍這集的時間 是2015年12月29日的夜晚 是去年的年尾 我很記得我是帶著一個很憤慨的 心情 心情離開錄影的地方 因為當晚我是說真的 我是不覺得自己輸的 老實如果你回去 即是不夾的 老實如果你回去當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第一集 或者看剛剛那一集 如果玩第一集的話 我不是說串 不是戴頭盔 其實第一集 第一回合我已經有想過 我會出局 真的 有時你比賽的事 是說你臨場的發揮 我是一個不喜歡搶東西說的人 這件事是我從頭到尾都知道的 我只是有信心 我說的東西是不是太差 但是我不是一個很喜歡 跟人搶東西說的人 大家應該記得第一集 第一回合 即我那集 一開始那集的第一回合 是有一個比較高大的男生 是挺搶咪說話 而當時我記得 他說十分鐘自由便利環節 大家記起來 四個參賽者 七個辯論鬥士 十一個人 即是平均每人可能只能說一分鐘 是的 我記得我頭四分鐘 一句聲音都沒有出過 然後去到第四分鐘 我開始覺得 糟糕 再不說話 我真的死定了 我才肯定找些東西說 去到第七八分鐘左右 因為大家的人開始沒有點 我才可以拿回主動權出來 因為我有機會可以拿得到 但是如果 假設那件事只有五分鐘 其實可能我第一回合就出局了 因為有一個人是很壟斷地發言 但是結果那個很壟斷發言 那人在第一回合就被人勾走了 當時是這樣的 而僑倖地 我第一回合就不是最差的 而去到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 那時候第一集 即是我的那集 就是第八集 外景的環節 亦都因為有其中一個參賽者 因為他用了自己認為 一個娛樂至上的手法去演繹 當然剪了很多 但當時在現場看這條片 看他那條片 我都笑得很開心 因為他是很假裝周星賜 意思是甚麼呢 他在婚姻註冊處 其實他用甚麼辦法呢 他推銷離婚法律保障 他那條辦法就是 他跟人說 他老婆要去買份離婚法律保障 而他跟他老婆玩的遊戲就是 他走到街上問問身分夫婦 覺得這份東西是怎樣 如果有人肯買我就肯買 所以他的故事是這樣的 是 我先前次 但很難跟人表演 因為你只有一兩分鐘時間 然後在那一分鐘之下 他為求令到人聽 他好像有一幕半幕沒有拍出來 但拍的時候有拍到 他好像跪在地上 但叫了一句 鑽石與黃金 不夠我一片真誠與真心 是挺爆笑的 但評判未必欣賞 蕭韻第二關 我又不是最差的人 然後到第三回合 大家就知道是做Payboard那個 我已經在那一部分準備很多 準備充足一點 還有自己在那方面的轉數快一點 所以那一集就贏了 其實都只是這樣 不是說有時候參賽者實力有些什麼 高低 去到昨天大家眼見那一集是怎樣 我看看大家現在說什麼 永生願應該是你輸 Dixon不要再重複這句了 好嗎 來來來去 做事就是輸 對 做事而已 其實上集我都有講過 大家看那個版本 九個字 扣上廣告 是半個小時七個字左右 但是我們當天拍攝可能都要拍四個小時 真真正正有攝影機的 可能有三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都應該有 你一定有很多東西是沒有剪出來的 因為我知道我輸了 我昨天在家裡和家人看的時候 我都在想他會怎樣剪出來 因為我都幾有肯定 因為出局之後我都會和你做過訪問 我記得我那個位置好像出了少許真火 因為那一刻我是真火 我自己記得 滾滾的 是 因為我當刻是覺得 我先不說最後的環節 我先說了頭兩個環節 那天拍攝這個節目最失望的是 第一就是在八強的時候 我看不到Dada 是 你以為會火 是 連輸一件事 你一來到就告訴我 Dada不出貨 不是 在醫院發燒 發高燒 不知道出不出得遠 出得遠就過來 出不遠就過不來 結果出不遠就過不來 結果出不遠就出不來 然後是 我看不到Vivian Law和鄭金陵 Vivian Law 你想想 我昨天那集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 我也是上網看 我覺得辯論鬥士全部都是男人 荃仔 金陵 金陵 你想見我 看看有沒有機會找 是不是 你不要騙我 我認識他 你不要騙我 我認識他 荃仔 很失望 雖然我都很喜歡Yellow 但我很喜歡小胡 很機 我覺得他唱的聲音非常好聽 所以第一回合 那個妹妹 我也有跟他聊天 那個妹妹 就因為他不喜歡這條辯題 是 我們的辯題就是懂得住 當然要住劏房 他是覺得這個題目很荒謬 而他當初其實不是很特別想玩這個節目 你會看 假設有人說覺得他很荒謬 其實他初初表現得不錯 但是因為他本身不認同這個題目 他就不願意去說一些他自己不相信的事 老實 我看回一個 他剛剛DSE放榜 一個十多歲的小朋友 沒有小朋友 十多歲的學生 學生 他有這樣的思維 都很正常 你可以說他是灑脾氣 或者他覺得自己這種叫真性情 但這一種可能就是十多歲的人會獨有的東西 所以其實從頭到尾都不太想玩 所以昨天那一集如果說穿了 根本上我自己都知道 你問我心底有沒有有盆算 我當然有盆算 Dada不到 那個女生不想玩 很明顯最後就是我和Jean 就是分勝負 我都知道 頭兩彎那些都是熱身 讓大家沒有那麼緊張的 為什麼我會覺得自己當時不是太憤氣的一件事 因為我自己覺得頭兩彎表現我都挺好 如果要比較的一定比初賽為之好 連樣子都比初賽為之好 我這樣說 第一集我沒有怎樣截圖 但是昨天我真的接收了幾張截圖 然後我覺得 拍得挺好 髮型又OK 額又光澤 而完整兩彎 我對自己的信心是挺好的 這件事是當時的感覺 到第三彎 第三個題目就叫做 沒有樓就不要結婚 我就要支持沒有樓就不要結婚 她就說不應該結婚 Jean就是沒有樓都可以結婚 有人就說我要站正方就很難說 我覺得這個不可以構成輸的理由 因為她也有機會抽到正方 而且我們都怎樣說 無論是正方反方也好 其實是說你的套路是怎樣 你只要符合到 很多時辯論也是 尤其是這麼短時間的辯論 都是究竟在某一個前設下 這件事成不成立 只要對方是在你的前設之下 就好像我平時說的足球賽事 你是跟我節奏踢的 你就會輸 我最好的就是 你跟著我的節奏去打 我通常談話都是這個套路 而Jean就是一個比較擅長 去暫亂歌病的人 還有我比較忍讓 我不知道決賽會不會剪這句出來 他最厲害的那句就是 你說完的話 他說你錯了 其實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如果你就這樣聽的話 你會想 是不是真的是我錯 這個可能都是他的技巧 但當刻我想我真正的火的原因 是 我不是很喜歡這樣的情形之下輸 因為由頭到尾都是當一個遊戲玩 你講真的 32個人 你當初參加那刻 你有沒有覺得十萬元有你份 你問想一下會想一下 但也不是特別 玩得你不是為獎品 是不是 玩得真的不是為了什麼獎品 你都是想試一下 或者讓更多人知道 或者想看看究竟世界有多大 我一開始認識那些參賽者 有些人是 可能沒有我這麼能現善變 但可能MC的工作是多過我的 因為可能會模擬更聰明 有些可能又說跳舞 有些又多媒體創作人 有些又主持 大概想知道其實 在這個香港 原來跟我一起追夢的人 有多少人 還有其實他們的能力 是去到怎樣 然後 當刻我記得我去完 那一刻 我有一種的感覺就是 唉 原來夢想是一件很廉價的事情 原來在這個香港裏面 我經常都說 我們的社會很喜歡 放大一些成功人士的故事 就是告訴你 他為什麼會成功 就是因為他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就成功了 如果我根據這個思維的模式 是不是每一個人根據這個邏輯去推行 他最後都一定會有這個成就或者成功 其實就不是 而且在同一條路上面 成功的可能是一個半個 近年來的 可能思維界最出名的 應該是Bob 你會知道就是 新城J2大台 再拍一些 令到他變成一個金牌的思維 這些都是一些我們叫做祭遇上面的東西 因為當時他在新城的香蕉俱樂部 他都是做下把 為什麼紅的最後不是上把的Bang 而是下把的Bob 可能你現在可以很解釋 他一看上去就很笑 很能言善變 很搞鬼 Bang太正經 這個是你現在 因為他成功之後 你去找的 當刻你都會覺得這個人沒有來正經 樣子很糟糕 都有可能有人這樣說 但你現在當你成功了 很多東西就會變成你的原因 但當中經過的很多東西 可能都是我用回祭遇兩個字 都可以解答得到 是嗎 就是 越講越遠 為什麼無故 忘記了 算了 不要緊 總之我的意思就是 我純粹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樣 但是當去到最後那一刻 我發覺 因為游學修那集 是拍前一天的 所以我是知道 游學修是早一天出線的 因為導演就這樣跟我說 游學修和華迪 就不想 因為他們很類似的人 所以就安排了他們 希望他們只有一個出線到決賽 而在我們這邊 比較素人少少的 也都希望可以出線到決賽 到最後我都知道 這是我和阿尊爭的 我就會這樣去想法 而我是覺得 我當一刻 結束之後 即結束後 結束後 未宣佈結果的時候 我就開始在想 我是贏還是輸 因為如果是根據 那十分鐘來去計法 大家看出來 剪輯的版本 是兩至三分鐘 而那兩至三分鐘 最後那一分鐘 你是看字幕 才聽得明白 或者你很留心清楚 才聽得明白 我和阿尊說什麼 但是在真實的十分鐘內 其實有七分半鐘 都是這個狀態 基本上 其實大家都不太聽到 大家說什麼 而分別就是 他說話的次數 比我多 而當時我的想法就是 如果這樣也是判阿Jean贏 我就沒有什麼說話可說 因為純粹是壟斷 但是 因為你做這些評判 都是很主觀的 你不應該怪賽果 什麼不公平 或者什麼 因為很主觀的一件事 就是 我發言少 可以被他記錄的東西 便少 他便自然 如果根據這件事 打點數 那便會判別人贏 這件事 所以如果你要歸咎 我不會說別人怎樣怎樣 或者怎樣怎樣 因為我覺得阿Jean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對手 這個不關這件事 會打上網事 所有事情一定是 如果從自身出發 如果你想想自己有什麼可以改變 你才會有進步 如果所有事情都是別人壞 別人不好 所以搞到你輸的話 那 我就永遠都只能夠停留在這個層次 所以很正經 這番說話 看看 太君子 是太君子的 喝了杯酒 感覺到 你現在喝了 我的男朋友都說 最後你和邵家春擁抱過 感覺到你的怨氣 或者怒氣 我說 我這麼喜怒 真是贏於色的嗎 那一刻應該這樣說 我喝了杯酒的時候 我都沒有想過 那杯是有料的 應該這樣說 我是驚訝多一點 因為我當初認為 基於第三回合 其實有和沒有什麼分別 如果基於頭一兩回合的表現 贏的那個應該會是我 這樣的想法 但是從當日評判的評論 又好 或者從 我在電視上看到的版本也好 方健儀小姐就會比較 購買阿Gene的 而 因為你的做評判 有時 其實你說 是不是真的有很大的優勢 或者 一定是你贏 或者一定是他輸的 未必的 有一個人說了事 就等同你一群朋友說 他吃什麼 有一個人說 不如吃這個吧 大家就說 那好吧 就是這樣 因為邵Sir也好 袁小姐也好 都覺得我OK 就OK 你們覺得我OK 就OK 我是這樣的看法 真的好明顯 對不起 我都有留意過 我很多位都沒有笑 因為 那個人 你當那天 因為我們是站了幾個小時 你又不知道鏡頭什麼時候 向你 我個人 現在網上 那些人經常都說 有些人 臉沒有表情的時候 臉就很厲害 我就是典型臉沒有表情的時候 就會很厲害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很厲害 所以其實當時我是不是很厲害 現在可以無限上綱上線 你輸了 我真的忘記了 我真心忘記了 但我不叫生氣 我兩天不開心 因為我想 我想看看如果是我對游學修的話 會是怎樣 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其實我是想看這件事 真的 贏輸無所謂 其實跟自己一樣 是想看你和游學修會怎樣玩 應該會比較有趣 我不知道 因為游學修會很厲害的一件事 例如第一輪辯論 他很厲害 突然帶人遊花園 大家全部講過A的事 其實你們究竟有沒有想過B 如果都… 再加上他本身的戲劇演戲 演戲是編劇出身的 就是在APA那裡 所以他這方面的點子是比較多 你看見CAP TV有些東西 應該都是他的手筆 什麼? 真的這麼小的臉嗎? 對不起 下集是不是趕吃狗肉 對,下集是趕吃狗肉的 而最後時間差不多了 都趕過了 下集我都有出現 下集我都有出現 不過我已經不是參賽者身份 大家如果還不想看 或者看看我其實那天做了什麼 你可以看看 星期日的時間 當然我也是照舊 我不會告訴你誰贏 誰知我就輸了 OK 今晚多謝大家 下星期一八點半時間 E-Block和GM Show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三分鐘再見 就是比卡超時間 有機會 我已不想看 你這個平均 上次 會讓你 erased 不會打電話 就是 發展 śm蠢